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 三分鐘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誠摯的邀請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YouTube老王愛說笑的頻道 所以你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如果還沒訂閱的 趕快幫老王訂閱囉 提醒大家 訂閱YouTube頻道是不用錢的 他不是加入會員 訂閱YouTube頻道是為了讓你可以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老王免費的對國際總金 以及每日盤式的一手解析 你只有訂閱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第一時間收到老王的影片上架通知 所以要趕快訂閱 趕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覺得老王的影片對你很有幫助 很喜歡老王的影片的話 也邀請大家記得要按讚 並且在影片下方多多跟老王留言互動 因為只要你留言老王就可以更認識你喔 好的 開始今天的解盤節目 好 這週好像更多公司要公佈財報了 董哥怎麼看 上禮拜我們在財報之前呢 精準的預測了台積電 還有特斯拉的財報表現 那這個禮拜呢 我要告訴大家 上個禮拜只是小菜 上個禮拜只是幾家比較重要的科技股 開始公佈財報而已 Just beginning 這一個禮拜才是重頭戲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超級財報週 上禮拜只有兩三家重要的龍頭科技股嗎 這禮拜有一大堆的龍頭科技股要來公佈 有哪幾家我們簡單看 今天就你現在看節目完等一下 美股的盤後 美股的盤後就會有Microsoft 還有Alphabet Alphabet就是Google 那隔一天 有時候明天禮拜三 美股的盤後會有什麼 Meta 然後再隔一天 再隔一天禮拜四的美股的盤後 還會有誰 Amazon 還有什麼 Intel 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來的包括今天在內的三天 就有很多家的這個 美國科技或半導體的重要的龍頭股 要來公佈財報 那 該怎麼做觀察 就像上禮拜一樣 老王教大家怎麼去觀察台積電 跟這個特斯拉 今天老王也來教大家 怎麼觀察這幾家龍頭股的財報 首先 看到今天盤後就會公佈的Microsoft 還有這個Amazon 禮拜四盤後要公佈的Amazon 這兩個不同天 但兩個的觀察重點是一樣的 也就在於他們的雲端業務 雲端的業務 帶來的營收 就會是這兩家財報的重點 也就是說其他都不用看 如果這兩家的雲端的業務表現得很好 然後甚至持續在大幅成長的話 那麼他們的財報對於他們就是利多 反之如果雲端的業務出現了減退 那是 那是什麼小便 那就是利空 這樣會看嗎 這兩家這麼簡單 那Microsoft 他要看的就是他的Archer Archer 就是他的雲端的業務 那Amazon就是AWS 各位觀眾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去做研究去做觀察 再來 我們要看到今天盤後之後要公佈的是 還有一家叫做Alphabet Alphabet就跟禮拜三明天盤後要公佈的Meta 觀察重點是一樣的 這兩家 其實就是Google跟Facebook 那Google跟Facebook最主要是什麼 貢獻 就是廣告 所以這兩家的重點 你就要鎖定在廣告的業務 廣告的營收收入 這樣了解嗎 簡單來講 這是大家 你就可以有分成雲端的 分成廣告業務的 那你就可以自由 你就可以很輕鬆去判斷什麼 這個財報對它是好是壞 這樣了解嗎 剛才提到 這個禮拜是超級財報週 為什麼講超級財報週 這幾個都是龍頭的科技股 沒錯 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什麼 這一張圖 你看到這個粉紅色的區塊 主要就是這7家龍頭的科技股 我相信如果你長期過去幾個月 看老王的節目 對這張圖應該不陌生 這張圖 粉紅色的地方是哪7家 Facebook 也是Meta 還有Apple Amazon Alphabet 就是Google Microsoft NVIDIA 跟Tesla 這是他們在今年 從今年1月以來的 漲幅 貢獻給SMP500指數的漲幅 就是在SMP500指數裡面 這7家貢獻的漲幅就是這樣 那下面這個藍色部分 各位知道下面藍色部分是什麼嗎 SMP500 500減掉這7家還剩幾家 493 對下面這個藍色就是 SMP500剩下的那493家 貢獻SMP500的漲幅 來 在哪裡 在這裡 沒有漲幅 以今年到目前為止來看 這493家 一共反而貢獻了0.90%的跌幅 那這說明什麼意思 說明就幾個月前老王跟你講的一樣 今年的美股 今年上半年的美股 大家都覺得是大多頭 其實就是怎樣 這幾家 那頂多再給你一兩家 就7家或到8家 雷國的龍頭科技股在漲而已 你看 這7家撐起的SMP500指數 多數的漲幅 各位去看一下 現在SMP500指數 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概還有10%左右的漲幅 你看一下這7家貢獻多少 大概就是10% 這樣你聽得懂了 那這個禮拜是不是他們要財報 這7家裡面就有4家 今天這個禮拜要財報 好 特斯拉上禮拜已經 已經發表過了 所以你看上禮拜的 NASDAQ慘不慘 慘 美股是不是跟著跌 就會影響嗎 這道理是一樣嗎 特斯拉財報不好 影響它本身股價 同時也拖累了相關的成分股指數 往下掉 那現在同樣的道理 SMP500指數 這7家今年帶來的 漲幅的比重這麼大 你說今年SMP500指數都靠他們了 那如果他們這個禮拜公佈的財報不好 請問你 這個會怎麼發展 就往下 那你會期待這其他493家很好嗎 如果這7家的財報都不好 你這493家今年都沒漲了 你要怎麼好 所以小編我這裡有疑問 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真的是多頭 我們一直過去幾個月或上半年 我們就說 你看你看今年美股就多頭 包括我也這樣講 可是當我看完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 我在反思一件事情 對於這剩下的493家來說 到現在你看全年加起來是累跌的 就是比去年還要跌喔 他們是多頭嗎 不是 他們只是去年空頭的延續 你說今年是多頭 那你也要買到這7家 才真的是多頭 而且經歷了上禮拜的崩點 還能夠賺錢 對吧 有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有空 我們再來做一下專題 因為這個禮拜 是我要先做一個專題 什麼專題 昨天的納斯達克跟費班 是不是在灌破前滴 之後開始收腳 為什麼會收腳 因為小編剛才我來錄影 小編就跟我講 董哥昨天那個盤中 那個美國時間期公債值率狂飆啊 飆到5%以上你知道嗎 而且是飆破還一直往上飆喔 你看這裡 飆破之後再往上飆 再往上走 走到這裡 那為什麼突然會有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快速的回落 本來已經超過5% 你看到現在為止是4.844% 快速往下掉 這一段是發生什麼事 是誰撼動了市場 還是誰說了什麼話影響了這個 10年期公債值率有這麼大變化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禮拜四的節目 我們等一下會錄 但是我們會放到禮拜四的節目 一樣晚上7點跟大家見面 放心是免費的 你只要訂閱老王YouTube的頻道 你禮拜四就看得到 7點會準時通知你 你就可以了解 接下來該怎麼看 懂嗎 那我用這一張不是故意賣你們關子 是因為我要告訴你 昨天就是因為有這一段 所以昨天的美股的科技股 是不是尾盤就上來了 盤中就上來了 有沒有 這個嘛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因為這個嘛 如果這個是一路往上 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對金融市場壓力大不大 如果這個是往上 這個不會這樣了 這個就下去了 但是因為它有下來 所以讓市場稍微鬆了一口氣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破底之後 又往上搭 那現在剛好又卡在這裡 我們說過了嘛 真正的灌破是要怎樣 長黑或跳空 那反過來說真正的突破 就是要長紅跟跳空 對 現在剛好卡在這裡嘛 所以它沒有跌破 它只是盤中跌破 收盤又站上了 所以現在還是跟上禮拜講的一樣 一樣是前低的保衛戰 費城半導機指數也是一模一樣 雖然它收盤這個位置 是已經跌破了前低 但是我剛才講了 老王也在這個節目講過很多次了 過去幾年 真正的灌破的確認是 什麼形態 跳空跟什麼 長黑 那這個顯然不是長黑 也沒有跳空 所以這個地方就還要再多觀察一下 不是說它收盤跌破 這個就是跌破了 這樣太簡單了 我們還是要判斷整個形態 它如果這邊可以再來一根長黑 或跳空的話 我們就會確認正式跌破 那就會怎樣 那就往下一波 這個就是一個N字型的下跌 刀瓊指數上禮拜 是不是告訴大家 已經跌破了越均線 這個叫反彈結束 那反彈結束就往下走 你看有沒有真的跟我們講的一樣 你說它跌破越均線就會 複製 就是納斯達克跟費瓣往下來撤前滴 已經很靠近很靠近很靠近了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就看能不能守住 如果跌破就下去 守住呢 還可以拼這個叫WD WD 或者是黃金右腳的機會 所以目前原則上 美股經過這兩天 還是一樣 還在前滴這邊做一個多頭的最後防守 就看能不能守住了 而能不能守住的關鍵就在哪裡 影響這個SMP500的嗎 這誰 龍頭科技不上 日人的財報 好董哥 黑手又來了 前滴連線就是要守耶 黑手又來了 然後現在盤中又在 挖呀挖呀挖 我禮拜五已經唱過歌了 在小小的台鼓裡面 挖呀挖呀挖 不是挖 抱歉 拉 又在拉 那你知道 我們的神秘的黑手 拉呀拉呀 他的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嗎 人家 我們的外資啊 外資已經變我們的了 不同陣線 我們的 不同陣線 不同陣線 外資期貨的空單 到昨天進空單 進空單 已經來超過一萬口了 大軍壓進 我們上禮拜五有講到十面埋伏嘛 對 外資賣超嘛 然後外資的期貨市場進空單 繼續流倉嘛 那你看台股是往下跌 到了今天禮拜二了 我們上禮拜五分析了 到了今天禮拜二了 台股有沒有再創波段新低 有嘛 而且把前面的低點盤中跌破了嘛 對吧 這就是十面埋伏帶來的影響嘛 那十面埋伏是屬於結構性的問題嘛 所以你要看到台股真正的止跌 難道是看那個 又在小小的台股裡面 拉呀拉呀拉 是看那個下眼線嗎 不是 那不是吧 你要看結構有沒有改變嘛 你要看外資的進空單 什麼時候可以轉成進多單嘛 這很簡單啦 這也講過很多次了 來 大盤指數 喔喔喔喔喔 還沒收盤 還沒收盤 但是現在已經小漲18點了 我不知道收盤會不會再漲上去 但不管怎樣 全車支箭在這裡 我告訴你啦 這一根的下眼線喔 要不要比長度 小便要不要比長度 走啊 走啊 我說拿尺來比啦 okok 拿尺來比啦 不要誤會啦 你這個比這個還長對吧 對 這個這麼長下長怎樣 就隔一天喔 隔一天 這禮拜五 這禮拜一就下去了 就破底了 所以下眼線 重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什麼是 什麼是 事先的預告 來看一下 上禮拜五的 VCR 來 剛才講到單力K棒 哇 現在 因為剛才這個是我們比較早截圖的 盤中截圖了 這個是比較靠近中午時候的截圖 已經在拉了喔 已經在拉了喔 不正式 我不知道收盤最後多少 我不知道 也不重要 小便收盤 有重要嗎 不重要 他這已經夠長了 收盤再長也不重要 然後收盤再點下 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是看趨勢 不看單力K棒 有沒有收盤長怎樣 真的不重要 我也不會告訴你 這一根下眼線 未來要噴出去 如同你們知道 老王的名言 這種下眼線叫什麼 不三不四的下眼線 什麼叫不三不四的下眼線 美股還在空頭走勢往下走的時候 你居然進來 把他拉起來 那個背後的黑手把他拉起來 拉了一根下眼線 這種我都統稱為不三不四的下眼線 而這種不三不四的下眼線 隨時都會被跌破 隨時都會被跌破 嘿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有 最後結論是什麼 隨時會跌破 真的是隨時咧 隔天就下去了咧 馬上 我當然不知道隔天就會下去 但是我說隨時嘛 我告訴你這也不是 這兩年齁 這樣的情況多不多 就是前一天下眼線 隔天馬上長黑跌破 歷史多不多 太多了 你自己找 你常常看我節目的 這個歷史真的太多了 歷史會重演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下眼線有很重要嗎 沒有 你要改變你的結構 這個第一點才能真的守起來 他現在守這裡 對嗎 那這個我們也畫很久了 上禮拜就說這個就是 最後的多頭防守 守不住 那整個頭部就很大 下去還有一波 守得住 大家就會期待 WD 或者是黃金右腳 那你能不能守住 關鍵你要看結構有沒有改變 先看外資在期貨市場的進空單 然後再看什麼 外資在現貨市場的買賣超 那你還可以看其他 看盤面的結構 今天拉成這樣 上漲的加速也比較多 像上禮拜 拉成那樣 拉成這樣 下跌的加速 盤中截圖 下跌的是上漲的幾倍 4倍 那一看 就知道結構不對 所以上禮拜我就很直接 我有沒有很清楚跟你預告 那個下眼線低鐵很快就被跌破 有 我講得很清楚 有沒有印證 這技術分析是可以事先預告的 我沒有那個VCR 我是可以事先預告的 那老王怎麼那麼厲害 不是我厲害 也不是我猜得到 是因為我看什麼 趨勢 剛才影片就說了 我管他收盤長怎樣 就像一樣 我管他現在收盤長怎樣 不重要 趨勢就是月均線跟季均線 你要兩條都能突破 我們才會從均線的角度 暫時止跌 這個前破地點守住 這樣了解嗎 就好像這裡 跌破月均線 我說什麼 就是反彈結束了 你看一反彈結束就下去了 這張圖 你再看一次 各位觀眾你再看一次 一天突破季均線 隔天下來 蹦 一天突破季均線 隔天下來 蹦 關鍵又是突破 我記得我前兩集 有跟你講 這裡如果要複製這裡 再一次演出 關鍵就是月均線 一跌破就會複製 你看它是不是跌破月均線 它是不是跌破月均線 有沒有複製演出 有 你們要把形態記好 下一次突破月均線 你就不會再解說 突破月均線 我要趕快衝 趕快all in 結果買在最高點 歷史有沒有重演 有 來 所以接下來 這裡如果守住 大家可以喘一口氣 先喘一口氣 這裡要是下去 大家就是皮要更繃緊一點 這樣了解嗎 這裡守住呢 頂多就跌身反彈 我剛才講 你要他期待他翻多 上面這兩條均線要突破 好 來 跪買市場 這根長黑告訴你是一個空方的表態 往下走 哇 請問你站上所有均線了沒有 還沒 所以現在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那為什麼他還不趕快下去 因為這裡 這裡有個前波低點嘛 好 這裡有個前波低點嘛 那同樣道理 如果 他這邊守住 反彈上來 把所有均線突破 你也千萬不要說 哇他現在馬上翻多了 沒有 太早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均線是被扒來扒去的 如果他這邊站上又跌破 跌破又站上 那均線其實不重要 所以我今天特別給大家看一個觀念 就是我把這個前地畫出來 這個前高是不是過去我們一直講的 我們說這邊站上所有均線不重要 因為前高要突破才能確認翻多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現在觀察櫃買市場 最好的看法就是從形態上來看 他就是在這個前高跟前地裡面震盪 那均線只是告訴你 他在均線下面相對比較弱 跌破的機會比較大 他如果站在上面相對比較強 各股表現會比較好 那突破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一定要突破前高或灌破前低 整個櫃買市場這裡的整理 才會結束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方向出現 好董哥 連電影要開法收會了 您要不要來神預測一下 又要神預測 上禮拜我們才剛剛預測完 晶圓代工的龍頭台積電的財報 我之前的預測是雙綠雙升 因為我還告訴大家什麼亮點嗎 新台幣在第三季大量的貶值 對吧 大幅度的貶值 所以果然公布出來雙綠雙升 毛利率跟營運率都高於市場預期 獲利同樣高於市場預期 那小編你今天問我是聯電 再來預測看看 首先從營收的角度來看 第三季的營收 7月、8月、9月 還是維持一個大概 年減兩成左右 甚至年減的幅度還比 第二季的年減幅度要多 你看第二季 19%、23%、23% 第三季的7、8、9是 23、25、24 月增也一點點 甚至這邊還月減 簡單來說 聯電的財報應該 普普通通 甚至不太好 我講完了 就跟我上禮拜講台積電就差很多了 對 你可以看一下上禮拜 已經召開完法說會的利基電 一樣是成熟自成的這個金元代工 公布出來結果很慘 對吧 本業繼續虧損 這股價你可以看最近利基電股價怎樣 一路往下跳 所以聯電如果要單看第三季的財報 以這樣來看 當然它也是有所謂的匯兌的優勢 因為金台幣在貶值第三季 但是因為營收實在是不怎麼好 所以大概就是頂多 頂多就是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 但很有可能不是很好 但我要跟大家講的原因是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不是在這裡啦 對啦 不在這裡啦 那營收這樣子 財報大概那樣子 腦黃都可以估得到 大概都可以拆得到 但我們現在要看 這個聯電的重點不是這個啊 來 這誰在買 投信 投信在買什麼 被動型的ETF 有可能 那會不會有主動型的ETF也在買 外資 外資在買什麼 欸 投信可以解釋成很多被動型的ETF 這我OK 我可以接受 那外資最近在買什麼 在買什麼 他們是 知道財報會超好 欸如果財報很好 超出預期就是 就是老王 就是超出老王的 欸這我要加法嗎 要 要 所以它符合預期或稍微略差 我就不用加法 它如果很好我就要加法 OK可以啊 藍子漢就這樣嘛 勇敢分析嘛 好來 那你有沒有想過外資在看什麼 其實很簡單 最近不是美國在那個 要準備擴大對半導體的禁令嗎 對 如果美國把這個半導體的禁令 還有這個晶片的出口擴大了 對於中國的廠商 中國的客戶來說 會不會有更大的限制 會 那這些客戶該怎麼做 在中國的客戶該怎麼做 轉單 欸 他們可能就 那我就放棄這種單一的 這種高端的晶片 我就放棄了 好 我就會轉投 很多這種成熟製程的 很多這種成熟製程的什麼 晶片 來做取代 單一的高階製程的晶片 那這個時候聯電就有轉單的效應 你可以看到這個外資買超的時間點 大概就在這個 準備擴大精英這期間買進了 對 那也就是說如果轉單真的有機會 聯電的法縮會的重點 其實不在於第三季的財報 好 因為那是過去式的 反正重點在於第四季 應該 有可能 有一些極單的挹注 就是我們所謂的轉單 那第四季的營收表現 或第四季整體的展望 就會是比較正向的 我講完了 小編我這樣交代 各位觀眾我這樣交代很清楚 我對財報不抱期待 但我對第四季法縮的展望 我是比較樂觀的 這樣了解嗎 原因也告訴大家了 好 回過頭來看籌碼面 投信連續買那麼多 但是你覺得 投信有一買就讓股價動嗎 沒有 投信從這邊開始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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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開始動 買很久了 買了兩個多月 股價這邊還破底 越買越破底 再來看投信在這邊 投信在這邊高檔大買 除旋息完就一路往下崩了 投信又開始認賠又出掉 又買又賣 你覺得投信的操作很棒嗎 就這張圖來看 不怎麼樣 搞不好你做得比他好 那這個地方我要再聊一下 這個前兆是除旋息 今年連電過去幾個月的高點在這裡 一除旋息之後就貼旋息就往下跑了 老王的一句名言是嗎 我長大之後就不參加除旋息 你大可跌下來的時候再來買 或者是現在站上所有均線你來買 位置都比這裡還低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資 外資 這邊是一路維持在賣超 他在這邊高點的時候 注意看除旋息前高點外資就瘋狂到貨了 到完之後就一路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一路往下跌 到了最近外資開始連續買超 連電股價轉強 請問你 外資的連動有沒有比投信的連動高很多 有 所以連電你要看誰 外資 講完了 連電的法縮前後就是看外資 如果法縮回來 你不要管他講的怎樣 只要外資站在賣方連續的賣超 我告訴你連電就是掛 財報再爛 只要隔天接下來外資繼續買 連電一樣噴給你看 要聽到嗎 就這麼簡單 我們把圖放大 把圖放大 長期的均線叫月季均線 就跟我們上禮拜講台積電一樣 只要連電今天雖然是跌下來 但是只要這個月季均線可以持續守住 他的長線多方去世就沒改變 那如果跌破了季均線 再一次跌破月季均線 他就要往下再跌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看長線的人 這個就對你很重要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守住就跟誰有關係 外資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順便再來聊一下 如果我們說到連電 可能有轉單的效應 那連加均你要不要注意 要 那有一家IC科技公司叫自圓 那自圓就是提供什麼 提供 ASIC服務 還有提供什麼 提供IP授權 那他能不能雨入均線 當然就可以啊 所以你過來看 最近很多IP股跌很慘 很多細製財的跌很慘 創意昨天好像也是大跌 對 你看他強不強 他最近台股在重挫喔 他這樣 算很強了 很強了 原因就是我剛才跟你講完了嘛 他如果可以雨入均線嘛 那你再看下面的投信 想的可能跟我也是一樣嘛 你要知道自圓的最新公布的營收 表現是非常好的喔 如果我沒記錯是五個月以來的新高 所以他也是基本面在帶動 那你可以看到投信多數時間站在買超 偶爾小賣了兩天所以股價回來修正 但你要看一個趨勢嘛 整體來看目前投信還是站在買超情況 那上面是外資 我想問大家 以這張圖來說 你覺得外資聯動度高 還是投信聯動度高 大家看個幾秒鐘 我跟你講喔 你看這裡 這裡要開始跌了 外資在這邊買一堆 就下來 有沒有 然後這邊外資買了一堆 投信也買一堆 代表投信跟外資是同買的 這個就沒有問題 但這個地方 外資買一堆就股價下來 你再看下面喔 這裡誰在連續賣超 投信 那股價怎麼表現 往下 你再看這一招 這一招股價往上漲 外資是賣的喔 誰在買 投信 所以得到答案了嘛 投信的買超 有沒有帶動股價往上 有 投信的賣超 有沒有帶動股價轉落 哪怕你外資在這邊買超 股價是往下跌 為什麼 因為投信在大賣 投信在大賣 對抗外資的買超 股價是跌的 所以聯電看外資 致遠你要看誰 投信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怎麼看技術面 來 我要放大 一樣跟聯電來到月季均線了嘛 所以我認為聯電的法說 不只對聯電 對致遠也很關鍵 因為都在這個位置嘛 這個位置你們都懂 就是一翻 兩瞬眼 對嘛 多空就是表態了 好 那如果你已經在車上了 你當然就是觀察這兩條均線 不要跌破就OK嘛 另外再觀察誰的籌碼 投信 好那提醒大家注意就是 這邊有個潛高壓力 所以這邊急檔來這邊過不去又再回檔 就是因為這個潛高壓力 所以 這個大的整理過程 你希望它有個明顯的表態突破 那就要看致遠要突破哪裡 這個潛高壓力 一突破 我就會在節目上恭喜你啦 我就跟你說久等了 一波漲勢就要來了 但是過不了 你過去也看到很多銅箔基板 拿到潛高過不了嘛 後來發生什麼事 又回來休息 對 這樣了解嗎 下一題 好董哥 好多人都很擔心 鴻海在中國被查稅 有影響嗎 這最近很多人很擔心 而且一直問董哥 怎麼辦怎麼辦 這分兩種 一種是政治掛的 政治掛是擔心郭董 覺得郭董參選啊 哇 那這個鴻海富士康會不會受到影響 現在有這個查稅 那另外一種呢 是金融掛的 投資掛的 啊我的鴻海長期投資 現在還能不能繼續投資下去 有沒有風險 在中國的事業我要不要擔心 分這兩派 那第一派我們就不講了 那給政論節目表演就好 這個不要講太多 我們講後面這一派的 後面這一派的 我們現在看 剛才小編提到 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的獨家 獨家 上面很乾脆啦 獨家 富士康被查 簡單俐落 簡單俐落 對岸的朋友就簡單俐落 富士康被查 查什麼 稅務部門進行依法對富士康集團 在廣東江蘇等地重點企業進行稅務機查 講得很清楚 就查稅嘛 查什麼 查稅 啊你注意看我看了這個內容 比較有趣在這裡 若卻有違法違規行為 應該要怎樣 認錯然後 加緊整改 要加緊整改 就是說如果你有錯要認 加緊整改 可能就罰錢 他也不是說要把你幹嘛幹嘛也沒有 就叫你加緊整改 趕快認錯嘛 所以感覺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罰錢其實是不要 罰錢 罰錢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看的 重點是罰錢以外的 這才令人擔心 對吧 目前這個看起來就還好 因為你仔細看了 他這台寫 作為指標性台資企業 富士康更是獲利兩多 代表你賺很多啦 白話你賺很多啦 在大陸呢 做大做強 旗下工業複聯還在A股主板上市 並反捕母公司鴻海集團 就先把你說 所以他一直是告訴你 這塊土地支揚你這麼大 對吧 那你就應該乖乖的手法 乖乖的聽我講的話 我都講白話 這個文言文很難看得懂 我講是白話文 我們常常 爸爸媽媽把小朋友養大 我辛辛苦苦給你賺得這麼大 你也要給我優候一下 這是這種概念 對 來看下面 包括富士康在內 台資企業在大陸分享發展紅利 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 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發揮積極作用 這段要白話 我就要更想一下 白話就是說 你呢 富士康還有你這些台資企業 台商你在中國發展 你要跟我分享你的發展的紅利 所以有一說 中國現在來查稅 就是要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 大家知道中國經濟在持續內捲 地方政府財政是很困難的 那你企業你有賺到錢 你要不要貢獻一點出來 貢獻稅收 是每個守法公民或企業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你要分享你的紅利 我講白話好像聽得比較懂 再一句話 你要相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你要發揮積極作用 富士康或工業複聯是要怎麼發揮兩岸的和平發展 以企業本體來說比較難 所以他講給誰聽的 講給我們郭董 白話講完了 這一篇就白話講完了 各位觀眾 四分鐘帶你讀懂官方的發言 這樣聽得有 目前上官網查 鴻海也就是富士康 在中國的據點 大概就這四大據點 中國山東中國河南 中國四川中國深圳 你可以自己看 那依照這一個的消息來看的話 這幾家的子公司 或者是這幾家的相關的園區 都會去受到相關的查核 就是會去幫你看看 有沒有什麼缺失 還沒有說你有錯 是幫你看看 查查看 這樣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我現在回過頭來問 查稅這件事情對鴻海有沒有影響 我直接告訴你答案 當然有 of course yes 但我個人認為 影響不會很重 不大 這麼多園區 好像他這邊寫到 有江蘇 廣東這些 如果都要被查 還有一些子公司 如果都要被查 對不對 鴻海在 中國也很久了 這麼長期的時間下來 他如果硬要挑你一個毛病 也很難避免啊 所以我說一定有影響 我答案直接告訴你 但是 影響 影響不會太重 不會太嚴重 主要是警告意味十足 哈哈哈哈 這裡有寫嗎 你要發揮兩岸和平的積極作用 來 我們看一下富士康的聲明 合法合規為集團 在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則 就是我就是合法合規 我不是在中國 我在世界各地都一樣 我們會積極配合相關單位的作業 這個再翻成白話 人為刀主 我為魚肉 好像也是文言文 但是這個是比較聽得懂的 人為刀主 我是魚肉 聽得懂嗎 就任人宰割 白話就任人宰割啦 不然你能回什麼 欸 洋洋灑灑環球時報一大篇 你回一句話 此時無聲 甚有聲 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就這樣回了嘛 你就這樣回了嘛 所以股價就這樣下去了嘛 沒辦法 就一句話 人為刀主 我為魚肉 不然我能怎樣 所以如果他說要罰 假設查到什麼 真的要罰 如果沒查到 很棒 代表我們真的超棒 如果查到一點小缺是要罰 那你也只能被罰 你也只能怎樣 配合 還要積極配合喔 還要積極配合喔 你看 往下跌 到今天已經13.78塊了啦 你看這個今年7月 7月的高點是27 27 到現在 7月到現在10月中 10月下旬剩13塊 腰斬 這是我們工業復聯 工業復聯 腰斬 掛牌的 在入股掛牌的 最近跌更兇嘛 就這樣 那這個跌法當然就代表 市場對於你的擔心嘛 你看這個下跌的時間點嘛 從7月開始嘛 懂的就懂嘛 所以你說 政治跟競技齁 就正經正經嘛 真的沒影響嗎 你看這 從高點摔下來的時間點嘛 對不對 然後最近嘛 就這樣 那 但我要講啦 我剛才講了 查稅就查稅嘛 他對短期的影響固然是有 但我個人認為 整體的影響 長期的發展影響不大 為什麼 一個簡單的例子啊 你去看一下 富士康在中國 一整年的出口 總而佔了中國的多少 對吧 這很簡單的嘛 你去查嘛 一直百分比都是No.1的 百分比富士康都是No.1 中國的整個出口企業No.1的了 那你再去看一下去年 2022年富士康的營收嘛 你去看他整個中國企業的佔比嗎 他只輸給一些國營企業而已啊 你去看嘛 所以他有沒有帶來給 他這一次說中國呢 帶給富士康很多的紅利嘛 那請問你 富士康有沒有帶來 中國的經濟的發展 我們就不講 我們就不講他 那些他在中國請的員工 九十幾萬人了啦 我就單講經濟的數據啦 營收的數據 出口的數據 對吧 那算是互利互惠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 中國今天有可能真的 把這個查稅事情擴大到很大 然後這全面封殺你 封阻你嗎 送你一個字 impossible 這樣懂嗎 但是一定會影響 一定會影響 為什麼要影響 因為要殺雞儆猴嘛 讓你其他台資企業 你要知道嘛 懂嗎 好 來 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基本業的部分 鴻海的營收 剛才看完聯電的營收 不怎麼樣 那看一下鴻海的營收 月增六成嘛 那連結還是蠻多的啦 那這月增六成主要就是來到旺季了嘛 簡單講 對於鴻海來說 進入到整個第四季就是旺季了嘛 因為手機要開始出貨嘛 那相關的資通訊的產品 對吧 所以鴻海的第四季營收應該會表現的 相較前幾季要好 你從九月份的營收 月增六成就看得出來了 這是過去的慣性 過去每一年的慣例 本來就第四季是旺季 你注意看 它整個7、8、9的表現 7、8、9的表現 其實不差 這邊年減才1% 年減才88 這邊年減比較多19% 但整個這三個月 包括這個月增六成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9月份的營收 你也想說 哇19%很多 事實上沒有很多 它是歷年以來 對你沒聽錯 歷年以來的9月營收次高紀錄 19%衰退看起來很恐怖 但我如果跟你說它是歷年以來的次高紀錄 小編你覺得怎樣 表現不錯 再來 今年就第三季 整個第三季的加總 也是歷年以來 第三季的歷史次高 表現不錯 表現不錯 所以它的財報 我認為應該是不錯的 了解嗎 營收表現還 你不要看 單純看那19%衰退 你要看整體 還看這個同期的比較 是表現不錯的 那另外對於 如果接下來法說 未來的法說 對於下一季的展望 我認為個人也是認為是 展望是好的 因為第四季要開始 持續的出貨 了解 是旺季 這樣懂嗎 所以 我對它的財報 跟下一季的法說 是比較有信心的 那既然是如此 你是長期投資者 你就 短線的波動 你就不用太care了嗎 因為我剛才提過了 那是一種殺雞儆猴的味道 它不是真的要對你富士康怎樣嗎 那我做長期投資的 未來股價 我們講過多次啊 如果一檔股票 遇到這種突發性的利空 短線出現急跌 但是你把時間拉長 一年兩年三年來看 最終股價會怎樣 很容易又回到利空 發生之前的高點 你記好我的話就對了 你記好我的話 那短線當然是很慘嘛 短線就是 剛才你看到那個工業複聯 就這樣跌了 台灣的鴻海當然也跑不上來去啊 那 我剛才講一定有影響 只是影響不大 那個有影響 你以為只是董哥瞎猜 瞎講 但沒有嘛 外資的研究部門多不多 多 團隊多不多 多 投信基金的研究員多不多 多 基金經營多不多 那你們怕外資跟投資 全部最近這幾天 全部在那賣方 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的研究團隊 有沒有認為這個查稅 對這個鴻海本身 或是富士康本身 會產生一些影響 會 一定有的嘛 如果今天都沒有影響 他們賣屁啊 他們就全部買超給你看 他說你越查我越買 因為我看到鴻海要廢天 沒有嘛 他是賣超嘛 顯然就他們也透露出來他們的擔憂嘛 至少短期他們認為是有影響嘛 那跟我們剛才講的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期待鴻海 可以短線不要再繼續跌 你看這邊是一路跌耶 那就要期待外資跟投信 他們不要再賣了 因為影響股價最重要的是什麼 從嘛 回到這個成交量來看 你看一路下跌的過程當中 量開始爆了出來 連續爆了 尤其這兩天 這兩天是新聞的風爆點嘛 新聞出來嘛 連續爆了兩天大量 如果你把這張圖 轉過來 把這個上面的K棒轉過來 我們都知道 標股的成型就是有量就有 量滾量就是標股的型態對吧 所以你反過來就是標股 但是他現在形態是往下走 那往下走出量 那換成我剛才那句話就是 量滾量 那就是 弱勢股會繼續弱勢往下走 你先知道道理嗎 如果再往上 這個走勢如果是反過來往上走的 量滾量就繼續往上衝嗎 他就你不要預設高電 可是這個K棒被反過來了 那就代表你要不要預設低電 不要 你看昨天出量 今天量更大 是不是繼續破底 對 這樣簡單 所以你要看到他短線止跌 這個量要怎樣 縮下來 量要縮下來 那如果量一直爆這個就還要低電 極短線就這樣看 極短線就看這個量 看什麼 看這個籌碼 好 但我相信 很多人應該投資鴻海沒有在看短線的 因為短線很難玩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鴻海的日K線圖 中間這一條叫寄均線 剛才看那個聯電資源他們都很乾脆 那突破基金線就往上漲 跌破基金線就往下跌 對不對 聯電突破基金線就跌了一大段 這個叫鴻海 這個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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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K棒又跌下來 那這邊 這邊糾纏在一起又是怎樣 觀眾你覺得怎樣 叫你基金線站上買 基金線跌破賣 你可能很多時候會被拔來拔去 包括這裡你看 這樣還不夠 我再拉長範圍再給你看一下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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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骨架在基金線上面 上上下下 通常這很難看到 你看台積電 它突破基金線就往上 跌破基金線就往下 算蠻乾脆的 那一樣是大型全子股 它很不乾脆 所以沒有人在玩 紅海玩短線的 你要玩都要從長期的角度來玩 那長期的角度你要看均線 用基金線呢 基金線夠長了吧 也是會被拔來拔去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來操作紅海 事實上老王在今年6月份的節目 就跟大家講過了 只是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 我們來看VCR 我告訴你 這個圖到2018年而已對不對 我再拿一個更遠的 從2013到2018 可以了吧 可以 圈起來的一樣是除選席的 那一個禮拜 這個就更明顯了 從2013到2018 2013到2018 抱歉這邊應該是2014 這201312月 2014到2018 這邊總共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看得到的 來 我全部都綠色圈圈 全部都綠色圈圈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幾乎都是在除選席完之後 短線都拉回 對 有的甚至還長線拉回 有沒有 而且你要注意 剛才講說有個特性是除選席前會拉 這個除選席前有沒有拉 有 其實有啦 這個除選席前有沒有拉 有 這個除選席前有沒有拉 這個拉最猛 這個除選席也 這個在這邊也是有小拉 這個就沒有拉 但不管 所以先講大數據 除選席之前 洪海拉的歷史經驗多不多 多 我們已經推了好幾年了 好 那即便有偶爾一兩年沒拉的 也沒關係 他還有另外一個慣性 就是除選席之後 不管你有拉沒拉 往下跌的機率大不大 所以我講完了 我今天給短線洪海投資人 告訴你們要參考那些籌碼 長線的我告訴你這個慣性 你做一個長期投資人 幾年的投資人 你不能不了解這個特性 當時是 鴻海除選席之前 股價往上大漲 我怎麼跟你說的 我說你要買鴻海 就是在他除選席之前 還沒漲的時候趕快買 然後他的慣性是除選席 除選席之前會拉一波 拉完之後一除選席會怎樣 往下跌 每一次的除選席幾乎就是 波段的高點 這張圖啊 6月份的圖 6月26號圖 來有沒有一模一樣 一樣吧 對 我說如果你要做一個長期投資鴻海的人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不知道這個慣性 我跟你講 我這是6月講的 來 當時6月前拉一波 除選席這個符號在這裡 你看 今年的鴻海 除選席之後怎麼走的 往下 就走下去了嗎 有往上走嗎 沒有 那是不是符合這張圖告訴你的 對 當時我是兩張圖 一張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2019到2022年的 對吧 那這張就是後面的 你看 就往下走 我再把它圈起來給你看一下 我剛才講的 你是一個長期投資人 你對鴻海有興趣的 你想要長期投資的 其實你不應該看均線 你應該看什麼 他的慣性 除選席在這裡 除選席之前有沒有漲 這是2020年 這是2021 除選席在這裡 前字號 除選席之前有沒有漲 有 這是今年 這是今年 除選席之前有沒有漲 有 就只有2022 沒有 2022就跌 可是就整體來說 你看過去的 歷史經驗來說 是不是有非常非常高的機率 高的勝率 你在除選席之前 如果有低點 你去買進去 然後等待除選席 是可以等得到除選席前的拉抬的 是可以賺到錢的 這樣的結論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勝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可以從2013年一路推到 包括今年我們之前6月的預告 現在也是如此 對吧 所以你懂了 紅台怎麼看 現在是不是跌下來了 對 再讓他跌OK 跌到總統選舉完 我說如果 不信的話 如果他們要繼續這樣 對富士康上下選 那就這樣 反正到明年的除選席之前 我就注意 那個相對低一點的機會 你不用太看什麼技術面了 你只要相信 紅海在除選席之前 很多次的經驗都會拉高來除選席 這樣就夠了 這樣懂了嗎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今天老王帶給大家 這麼完整的乾貨的節目的話 要邀請大家多多的訂閱老王YouTube頻道 訂閱YouTube頻道是不用收錢的 也不是加入會員 他是可以免費讓你得到 每一天老王對總體經濟 以及盤勢的解析喔 感謝大家支持 喜歡我們節目記得按讚並且留言 謝謝大家 我們禮拜四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见